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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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我按摩西起勢說 因你擔心跟從耶和華的神 當日摩西興誓説 你腳所踏之地 定要歸你和你的子孫永遠為孽 因你專心跟從耶和華的神 在加勒的例子當中,有一句說話,我們都其實,我鑒著的,她說,我要專心跟隨耶和華,其實我們每個弟兄姊妹都願意說一句,我們專心跟隨耶和華,特別是每一年年頭的,都會立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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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 什麼話何所說的都很重要? 坐下 porque repeatedly沿著 THAT,我彼此已震過我的 其实加勒是很重要的是记住神的话语 在他脑中心中 就算四十五年 他说自从耶和对摩西说的话 在四十五年前 神对摩西说的话是记住的 所以他重要的是 他很明白神的说话 他明白神话语的本质 清楚神话语的意思 对神话语 你以後能夠有應有的回應 因為我們要知道當我們想行動的時候 想一隻腳走出來的時候 首先是什麼? 不是靠隻腳的 首先是想有個心 你是有個心想去走 但是為什麼我們有個心呢? 我們要明白在腦子 所以其實是在腦子開始 頭明白了 然後知道是 你以後能夠走出來 大家明白嗎? 可以舉個例子 你們現在心目中最喜歡的是什麼? 例如很簡單 你想知道什麼叫咖啡做咖啡 你找誰? 當然找Paco弟兄 他真的走出來搞爛一些咖啡 沖杯咖啡來喝 為什麼? 因為他明白怎麼做 然後他明白怎麼做 有個熱情去做 然後就走出來 例如有誰? 如果你想關於養魚的 養什麼魚? 不是普通魚 是鹹水魚 找誰? 他都會笑 Vincent弟兄 你有沒有去他的家? 他走出來的付出 真的不是開玩笑 真的驚訝 走出來 為什麼他走出來我走不到 你去我家? 這次有一個子 如果他知道 他就找一個子 我去你 fluor出來 所以要調皮 他每一個子 就是這樣 很容易 所以他做的 你做的 我仔細說 他做的 像天涵 你最喜歡的東西其實是怎樣走出來的 是由腦、由心、由乳 問大家你對神的話語是怎樣的 我經常說要走神的話語 但是走不了 其實重點就是你是不是由腦先、頭先 然後有心、然後有腳 如果沒有這個步驟、沒有這個根基 其實真的很難走的 養魚、做咖啡都容易 但是行的話語 行神的話語真的要明白 本質要清楚 有熱誠 你才可以走出來 不是很難走的 因為世界很多東西都是想我們不要行神的話語 每天發生我們身邊的事都是告訴你 不想行神的話語的 你想清楚 但是如果我們沒有一個好的根基 由頭、心 我們是很難走的 所以我問大家 什麼叫神的話語 可不可以告訴我 什麼叫神的話語 可不可以告訴我 可不可以說幾樣 我問Wincent 養鹹衰一點 你不要問他 你就慘了 他要花一兩個小時 我們可以告訴你 我們心本的事 我們喜歡的事 可以說的很多 如果我喜歡行山 你不要問我 你就會有禍 我整套書拿出來 說出來 但是問大家 神的話語是什麼 最多神的话语就是圣经里面拍多几下 好像很厉害 但是可不可以实质上告诉我 是什么有什么好处 怎样影响我们 其实是可以的 你们说到的 但是不能够很整体上 其实诗篇十九章第七至十一节 是很完全看清楚 是很完全告诉我们 一起读的话 我们说的字大字应该看到 耶和华的律法 全被只能输醒人生 耶和华的法道确定 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讯辞 正直能快活的人 你想想想想想到 刚才未看之前 你们能不能讲到这些事情 三件事 这些说到它有什么好处 那麽有三種不同的神話語的本質,大家知道嗎? 不要緊,今天知道就重要了,是吧? 三種有什麽好? 傳避、確定、正直 最重要的是素醒人心 讓我們有愚人 我們很害怕,很不喜歡 我們很害怕 então肯定妳沒有設定 讓我們說滑坏 left hadi 如果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人 其实这些东西是不会帮到我们的 梳醒人心 英文那个字很容易明白 因为它用英文是refreshing 我一想起refreshing 就像一些广告那样 当我去完游泳水 我看到 Jewish平安 所以我现在你看到 那些东西那些东西 你看到这个东西 这些东西 那些东西 那我们看 随便一个东西 那就是 那我们一看 那就是 这就是 但是你去愛蘭又覺得有些東西你好像很隨便 香港又覺得太現實了 中國不用說了 更加是有些東西我們未必能接受到 所以其實沒有一個律法是存備的 有些好東西 但是當有些東西不存備的時候 那怎麼做我們人生的根基呢 但是律法存備 因為是完全的 是幫助我們 重點是我們做什麼 給我們建立我們人生的根基 讓我們知道人生的意義 生命的目的 還有我們真的有信心 可以走前 就等於我們在Motorway 在高速公路行車的時候 就等於我們看到每個不同的指引 告訴我們 前面 小心 下雪 或者前面線 或者前面撞車叫我們避免 或者前面風很大 告訴我們我們怎樣走 我們需要這樣 去帶領著我們過每一天的生活 如果不是 其實我們就是 我們每天所面對的心 其實就是所謂平安 我們跟著我們 平安 有一種 是否我們要來 拿到平安 這裡 也要為我們可以 去看 我們可以去看 在那裡 我們會走 我們來看 我們去看 我們去看 esto 是 我們可以去看 我們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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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 结尾那本是啟示录 为什么要这么摆 其实很简单大家也明白 有头有尾 还有中间有意思 告诉你头是什么 告诉你尾是什么 人生的头怎么会有头 为什么会有尾 很合逻辑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是很矛盾的 每天做的事都是有头有尾 除了我们对人生意识 是不会去想的 人家问你为什么会来的 你的头是什么 不知道 个人都是这样的 个人都不理 但是我们做其他 生活上每件事都有头有尾 你们有没有去过旅行 不知道去哪里 除非你的情人给你一个惊喜 不知道 但是没有理由 我不知道去哪里 星期六去到机场 没有这样的 你去做一份工 你知道头的那间公司是什么 你一定知道头的 你不会走的 但是我们每天过的生活 我们都是 不知道头就是走的 所以圣经一开始就是 创世纪 是很重要的 这个人 就是导致的 它是我们的天父 我们有天父的 我们有一个 創造我们的宇宙万物的主 我们不是孤儿 我们没有有无机的生物 有机而成为这么复杂的人 这些完全是荒谬的 头就是有个神 告诉我们 人生就很有趣 当你有个头 你知道我们怎样来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面对生命的冲击 面对生命每天的苦难 每天生命我们没有想过发生的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明白头的时候 我们知道有事 我们可以跟天父这个就是创造主 我们想要找谁 大家可能听过新闻 在圣诞节前有一个悲剧发生 在克尔芳康住的一家 西班牙的家庭 其实很年轻 三十多岁 我看过他的照片 竟然父亲杀死了两个儿子 幼稚 然后再杀了他老婆 然后自杀死 女儿逃了出来 这件事最悲惨 最惨的是谁 女儿 她一生托着 但是他不是傻的,他一定是經歷了人生不能夠經歷的東西 他不能夠有東西可以承托到他 當去到這點的時候,沒有東西可以承托到他 沒有東西,因為他不知道他生命頭或者尾 如果不知道,當生命是差的時候,那就算了 大家有沒有試過,當你經歷過很差的環境 經歷過苦難的時候,曾經有沒有閃過 覺得生命很沒意思 或者有沒有閃過,不如算吧,生命很辛苦 有沒有閃過這樣的念頭 我想說有的,有的,是不是 因為我們看不到出路,又不看到開始的時候 當然想放棄,你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頭和尾都沒有,所以律法是存備的 什麼人這樣嘛 然後你接受到他那邊… 這些人就看不到的一天 知道他們知道他們的交通 本來要走到他們了 會問三天 他其實有的 或者看不到一天 他的牌 他可以想說 是不是 他會有的 然後他… 你… 夠不夠?當然不夠 如果不夠的話就不需要有啟示錄在後面 啟示錄告訴人家什麼? 我們去哪裡?很重要 如果你不知道你完了主日 你去哪裡其實是很辛苦的 你大家都知道去哪裡 如果你不知道來找我 我定你去哪裡,好嗎? 大家知道去哪裡 人生你都不知道去哪裡 其實我們是自欺欺人的 等吧到時候 是,到時候你就會很害怕 很多未認識神的人 去到死亡一刻 就算他之前很堅強 但是他死亡一刻是害怕的 因為他不知道去哪裡 但是我們知道 啟示錄告訴我們去哪裡 我們盼望是跟神在一起的 我們盼望跟神在一起 我們死亡是不會害怕的 很多近來 其實我做喪禮多於做婚禮 但是在喪禮當中 弟兄姊妹 離世的弟兄姊妹 是被我們盼望 他們的見證是被我們盼望 他們告訴他們 他們是去見耶穌基督 好像保羅說 我與主同活 現在與主一起更加有福氣 這個就是保羅給我們的見證 所以當我們知道我們 啟示錄 讓我們知道我們去哪裡 讓我們看到 現在生活上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很多苦難 或者很多 或者是在你家人當中發生 或者是在你身邊的朋友發生 或者是在你自己身邊發生 用什麼可以承托到 唯一的就是 最後 神是有個大公平的審判 最後 神是有給我們有希望盼望 我們才過得到 不是 當然了 不知道 當然會放棄了 閃下我的念頭 不如放棄了生命 很容易做的 我一刻 如果你不知道頭 不知道尾 不知道救恩神 那麼愛我們 是很容易的 所以 這個就是 律法的存備 使我們蘇醒人心 蘇醒人心不是當我們 在好的時間的時候蘇醒 是當我們在苦難當中 我們的人心都可以被蘇醒 我們可以繼續走下去 這個叫做蘇醒人心 所以不是所有東西都可以 我們說神祝福我們 祝福的意思就是蘇醒人心 讓我們有智慧 讓我們有快活 這個才叫做祝福 不是 有時候基督徒就說 神祝福我 讓我找到這份工作 神祝福我 讓我家庭好 神祝福我 讓我升職 生意好 其實神不需要做 我們有機會都做到自己 你找到好老婆 聽你說 兒女聽你說 你家庭就幸福了 你找到一份好工 外難做工 你最重要是讀電腦 一定有工 不用神祝福 是不是 你聰明的 投資得好的 買籃籌股 你銀行多錢 是不是 你前一陣子 如果是買Google 買Facebook 自家庭賺到盆盆盆盆盆 不用神祝福 這些 你自己可以做 神祝福不是意思 不是這些 是這裡說 在苦難當中 在生命當中 是自己會大象 可以難受地定 但是啊 教會 哪五年 今天 我幾千說 那じゃあ 所以你不是在靠势,我都不虧爱你 但我不虧爱你 臭串了 但这个户道比你买 所以我都是在街上 这个户道都是在街上 所以圣经当中,很多东西都让我们确定,是行得过的 有什么呢?有很多见证,很多旧约的故事,新约的故事 很多见证在里面,例如大家都熟悉一下,大卫王,摩西,彼得,保罗 神就是圣灵感动他,将他们的见证,他一生高也好,低也好,离弃神也好,跟随神也好 都很表达出来,告诉他,神是值得我们跟随 大卫王说,就算我犯那么大的奸人的罪,就算我拥有荣华富贵 有钱的时候,不会让他离弃神,跌得那么低的时候,神也不会离弃他 他始终在抓紧着神,这样就让我们确定,让我们有智慧,值得跟随他 保罗一样,为福音缘故,由迫伯人成为被迫伯一个 一样,神是值得跟随,所以受证 证礼当中,弟兄姐妹为什么出来说见证? 不是好像做show那样,唯一一个原因,就是告诉其他人 耶稣基督是值得跟随 所以圣经当中,大家看到见证故事的东西 不是说,咦,看看,不是 是想告诉你,神是值得我们跟随 法度确定,让我们可以跟随他 耶和华,奋持正直,令快活的人 圣经当中,都是有很多直接教导我们的说话 特别在新药当中,提摩太前后书 保罗的书信 告诉我们,怎样做人 做一个基督徒 基督徒生活是怎样我们看到的 有时候看到,我都不想看 它是令我们有个快活的心 因为就等于你开车,叫你不要转油,你要转油 那怎样呢?撞车 所以圣经当中,要我们怎样行 基督徒生活是很准确 做了政治的基督徒,公义的基督徒 对家庭怎样,对朋友怎样 对就算我们员工 我们的老板是怎样 有说到的,是吧? 对政府应该是怎样 是吧?有说的 例如,在大陆一点的 在传道书讲,我们什么叫虚空 是吧? 在那麽多前书的,讲什么叫爱 真是爱的意思是什么 其实很多这些生活上的指引 在圣经里面都说 所以这里当中 法律全备,法度确定 分辞正直 就像刚才所说 在里面的,大家知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用这样的角度去看 有没有去摆在脑中去明白 如果你说是这样的,牧师 可以这样分得这样 这么厉害 因为它最终的这样 他就是对 dir分辞 你才知道 他是在法律上 所以这个法律上 你往往最后 你来搜索 那所以我被迫要看神的话语 所以我认为我喜爱神的话语 所以,第三、八节 全被确定精彩 苏醒人生 我越说越兴奋 真的非常棒 够不够吗 好 你把以前搞到 rejected 可不可以给你们能够做个纳志 今年去明白神河语,看神河语 够不够啊,第七、第八词 够不够啊 够不够,听不到啊 够不够啊,够或者不够 当然不够了 刚才说明是讲到七至十一节的 现在才第八词怎么会够啊 当然不够啊 刚才说不够的那个是刚才听过的前一课 出包啊,是不够的 这个是脑的,心啊 要用心 去这里是好的,进了脑 但是你要用心 所以神的话语真的很原备 诗篇诗人是教我们怎样 心智是要怎样才可以入心 一起读经两个话 耶和和的命令清洁 能命令人的眼目 耶和和的道理洁净 传道永远 耶和和的典章真实 传言公义 去命令啊 是很清楚的 OK 让我们呢 眼目是可以看到真正的东西 所以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当你读过神的话语 弟兄姐妹 今晚灵修的时候 你读的时候 不要开着看 首先 神 我愿意有个纯服的心 你没有纯服的心 你怎样读入脑 我告诉你 喂 养咸水鱼 是这么说的 你心想着 Vincent在这里和我说的 但我心还没想着 养咸水鱼 动不了 要纯服它才行 纯服它 我愿意养咸水鱼 一看的时候 你就会做的了 所以一定要纯服的心 神 不要看之前 你叫个信心 神 我开这里 我就纯服 你要这样的信心 你有纯服的心 因为这些命令清洁 都是代表 它的命令是很清楚的 只要我们纯服 我们人生的路 就可以看得很明亮 明亮的意思是 你知道怎么走 那你就有平安喜乐 所以第一个 我们的心智 一定要纯服 和问自己 有没有纯服的心 旧约都说过 纯服 成于什么 献祭 献祭的意思 代表 现在我们献祭是什么 所以我们的心 要有纯服 所以我们的心 要有纯服 当我们看神的话语的时候 去主日学的时候 去小祖茶经的时候 什么都不需要 一定要有纯服的心 不是你只是放在这里 OK 当然了 放在这里 有一天你肯纯服的 这些东西都会下来的 但是 你放在这里 你放在这里 你放在这个时间 谁没有 你现在放在这里 你不放在这里 你不去纯服做 是不是很可惜 第一 要纯服的心 第二 道理结正 全道永远 英文是 fear of the Lord 是用fear 是有敬畏的心 敬畏 结正 holy 有敬畏的心 尊敬 很重要 纯服 跟尊敬一定要连住 纯服 没有尊敬 没有敬畏 那是假循伏,很辛苦的 我再給一個例子 就不要笑我了 OK 當我老海中的腦 他覺得是時候 跟我老婆說一聲我愛你的時候 我就會說老婆,我愛你 在腦中 他很容易說 你不要說,他沒有心 一聽就聽到,因為我在腦中 但當我感情醞釀之下 在心裡想說我愛你的時候 他就明白了 但是很少做到這件事 多數在腦中,你明白大家的意思 聽到的心 特別是你們姊妹和弟兄跟她說的時候 你覺得她很恐怖 我們在腦中,差不多了 一個禮拜要說一次 兩個禮拜要做一次,三個禮拜要做一次 情人節到了 情人節到了,大家是嗎 要訂桌吃飯,但如果你在腦中不在心裡 他們知道的,一樣的 我們要在心裡 要敬畏,尊重神復 是連著的 所以一定要尊重敬畏的心 繼而 神的典章是真實的 有公義,也代表他 加上要有權威 是權威的 當我們明白到 例如這個經文說到 耶穌說,有一天我們要面對見你 到時,耶穌會跟我們說什麼 他會說過 那天你給我們說 天然有人的 你給我們而來 你也是我的好仆人 或者說 我不認識你 當你明白的話 我們就要敬畏神了 或者你要害怕 所以當然不想 就算引誘來到 那些人都不喜歡,但是當我們入腦了,神話,我一天會見你,要interview你 如果你真的明白的時候,順復,敬畏,害怕,有權力的時候 你明白的時候,你明白的時候,你明白的時候,你明白的時候 或者這個人,如果人家有權力這才能夠倫敬,你明白的時候,你明白的時候 你明白的時候,你明白的,你明白的,如果人家有權力的話 你明白的時候,你明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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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定要有老心和走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是要 而我們希望一起讀這個經文 都比金子可羨慕 比極多的精金可羨慕 比物更甜 比風防下滴的物更甜 代表 你怎麼去講 你已經 這是一個好的量度大家 你怎麼已經是神的話語入了腦 入了心 你會走出來 是不是 怎麼走出來呢 就是你會覺得 神的話語 代表弟姐妹如果我問你一句 真是現在你問你可以守 如果你的椅子底下有一塊金 這麼大塊金 真是真金 你咬下去牙都爛了一塊金 我跟他說 你拿起它 你就要放下神經 永永遠 你會怎麼拿 如果你立刻 想都不想 一旦就丟了一塊金 拿起神經 非常好 如果你這樣 都情有可原 是什麼 但是這個可以讓我們知道 你可不可以說 我放下神的話語 拿起一塊金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詩人就說 金 這個東西不可以放 詩人 我們可不可以做 這個就是 你做到這樣 你才可以走出來 世界上很多人有的 還有甜度就是好像蜜糖 是吧 甘甜 是很甜的 代表 你內表真是喜歡的 是吧 我最記得 很多很多年前 現在我還記得這件事 可以讓我做的 我都會回答同一個問題 那時候適合信主 有一群未信主的朋友 特別是挑剔我 挑戰我 他會問 吃小飯 他會說 如果我給你一百萬 你放下神的話語 放下你信主 那時候我初信主 我只想都不用想 當然不行 是吧 晚上回到家 不是會一百萬 但也是不行 因為很重要 自然就是 因為進入了心 有些事情,一百萬,誰說,三十年前一百萬 很多錢了,現在也很多了 誰不想 我們不可以說我對引誘沒有影響 但是當我們入了心,入了路的時候 我可以說,No,你給我檢查 馬上撕破它,最多回到,然後哭三天 但是你的行動已經代表走出來了 做基督徒,信心就是這樣 信心不是說你計算了,怎麼走出來 當你知道,有心,順福,尊敬,你就要走 不要再計算了,一再計,移上去 移上去,你走了,信心就要加 OK,下次人家,姐妹,不要用金銅子 這麼大的鑽石,你怎麼樣 死不死了,你們 就是這樣,你明白嗎 所以,鼓勵大家 其實,真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看神的畫面 OK,繼而,你傳福音,做見證,討告 就不會有更贊的了 因為你真是更重要的金銅子 好嗎 好嗎 大家,我們起床,用這首歌去呼應神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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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